嗨 大家 我是沛儿 今天要帮你们开箱的是统一冰块 想不到吧 好啦 开头开个玩笑 它其实是我第一次买的 永生花材料包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这一盒是我们全部的花材 稍微可惜的地方是 它右上角的小花被盖子压伤了 手作达人必备的热绒脚墙 再来是铁丝 还有花泥 那花泥有压痕 我个人是不介意 因为它最后都会被盖住 那再来是玻璃罩的那个托盘 还有玻璃罩 看一下有没有受伤 没有 很完美 马上开始第一次的 制作永生花体验 但我都只有在网路上看过教学 那我今天选的花材是粉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非常的梦幻 好 首先做永生花 你需要一个 当然是底座 那还有就是海棉 海棉的话 这样放上去太大块 所以要进行裁切 有可能裁个一半左右 然后这个海棉要裁成圆柱状 就这样 建议在海棉的底下铺一张卫生纸 因为它的毛续非常的多 好 我们裁切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赶快把它热绒椒 忍上去 那我们就把海棉黏在底盘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今天的主角 这朵玫瑰花太小了 我们要把它开花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先找到花鱷 然后把花鱷打开 那花鱷打开的程度 就决定你玫瑰花能够绽放多大 所以这个步骤蛮重要的 把胶水黏在花鱷的底端 跟花瓣去做粘合 那粘合或是调整的时候 真的要轻轻的对待它 花瓣超级容易受伤 再来就依次去找到第二个花鱷 去重复上述的动作 那我的话就是 当然是把玫瑰花开到最大 我想让它有整朵绽放出来的效果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送来玫瑰花的花鱷都有折痕 所以你要很小心 不然意大利那个花鱷会被折断 良心的建议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话 买那种花瓣层少一点 然后可以开出比较大朵 就是它花瓣的厚度也比较厚的那种花型 不然这一朵就是又细 然后它花层又多 真的是被它搞到蛮崩溃的 最后一个花鱷把这个黏完 我们外层就OK了 好我们外层黏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 一样也是把那个胶水黏在花瓣的底部 就是一层一层的去黏合起来 这个过程中就是蛮需要耐心的 重复这些步骤 那你的玫瑰花就会从很害羞的状态 慢慢的展露出来 越来越漂亮就没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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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玫瑰花已经放到最大的状态了 看这个连它的花蕊都已经看得出来 原本是像那种瓶盖的大小 现在已经放大到两倍大了 中场休息一下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把花蕊做个装饰 用蓝色的草来做打底 那在用那之前要先整理一下 再用热绒胶上花泥一整圈 把我们的草黏上去用镊子去做一个辅助 帮助你更好的调整 手也不会被热绒胶烫到 这就是黏一圈的效果 后面我们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花财上的调整 那我想说用长的那个草去当后面背景的打底 再加上一些满天心的点缀 那也要注意说就是你的那个背景的那个草不能太长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玻璃盖给压制住 其实这个玻璃罩的尺寸蛮小的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四处检查看看 然后发现这边花泥没有被遮盖住 那我们就可以剪一小部分的草 然后再把它粘连上去 这次加了一些满天心的感觉 还蛮漂亮的吧 这也适合当一个背景 那我觉得它这边有点太长了 可能玻璃罩照不做 所以把它修剪掉 往后加让它更有层次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主角玫瑰花安装上去 那它这边蛮贴心的 然后这个花二上面就有打一个穿孔 那你直接用铁丝穿进去 然后把它们两个铁丝缠绕住 缠成你要的长度 我们不能让铁丝外露 所以我们就要用花艺胶带 再黏上去之前 我们先把胶带拉开来再黏 那就会比较好黏着在铁丝上面 我们就直接把玫瑰花放在我们正中间 做完这个步骤 恭喜你终于熬过了新手关卡 两个多小时 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花 还有装饰一点小东西 让你的整体更加的丰富 来去做最后的收尾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